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伦资讯 9月13日夜间 电视剧《流水条条》官宣定档 9月14日晚间 6点腾讯视频独家上线开播 这意味着 这部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流水条条》 就在今晚 就要和观众们见面了 该剧由人家伦 李兰迪主演 张峰毅 温征荣等知名演员 也均在该剧当中出演了角色 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古装言情剧 非常适合流量粉丝型观众 大家不妨先来看剧情梗概 月落成少成主萧无暇 忍辱负重潜伏梁国多年 化名为魏昭 背负宁臣骂名 魏昭未查清当年家族真相 试图掳走齐王案的唯一活口 但自己精心布置的计划 却被突然出现的少女江慈所破坏 裴眼趁机将重伤的江慈养入府中 以求找到幕后破坏者 而魏昭的悲惨绅士和民族大义 也触动了天真烂漫的江慈 二人在相处中看到了彼此的闪光点 互生情愫 最终 魏昭 江慈 裴眼三人放下私人恩怨 共同对抗良地 实现了守护月落 建立清明天下的愿望这部电视剧 是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而来 只基于剧情梗概来讲 这样的故事内容 放在网文小说当中还是较为常见的 当然网文小说也有自己的好处 那便是在情感上 非常迎合当下的青年观众群体 在叙事价值上 则也是相对简单的 大抵便是男女主角之间有爱情 但为了天下大义而牺牲自我 不设置太高的审美难度 是网文小说最基础的特征 所以改编成为电视剧之后 这部流水迢迢也没有搞什么很高的审美起点 该剧主要剧情 便是男女主角一边谈恋爱 一边为天下大义而打 这是青年观众们非常容易理解的主题内容 当然这个内容走势 也曾是很多武侠类小说和影视剧的通用走势 这里加几句题外话 金庸老先生的很多武侠小说 也是一边谈恋爱 一边打天下的模式 但是只要我们认真阅读金庸 就会发现 他的小说 在武侠的留俗与固定叙事之外 是具备更多哲学思考和辩证智慧的 这些智慧是以后太多的武侠类的小说们学不来的 当然有辩证智慧的作品 就容易有审美难度 像流水条条这样的作品 则简单一懂 今年以来比较容易火的网文改编剧 反倒是这类相对简单的 这似乎是由这类剧作的既定观众群体水平决定的 一个反例 金庸射雕英雄传被改编成为电视剧金庸武侠世界之后 反响平平 甚至于出现了很多的负面声音 原因就在于金庸的既定读者 水平高 电视剧走低端路线根本走不通 流水条条比金庸武侠具备更好优势的地方便是 既定观众没有太高的美学要求 而这样的网文改编剧 则非常适合粉丝型的观众群体 该剧主演人家伦 则是典型的流量明星 有着非常广泛的女性粉丝基础 青年女性观众们对于电视剧的美学要求极低 只要能够呈现偶像的古装 美颜即可 要是还能有些撒糖的环节 则更完美了 除此之外 不要自行车 在古装言情剧领域 人家伦也是回归自己的舒适圈 比较有趣的事情是 咱们当下的很多网改剧作品 对于男主的塑造 都是相对单薄的 男主需要主要负责的 也只有帅这一点 绝大多数的网文男主 都是冷面的 这么一来 善于冷面的人家 轮在驾驭角色上 则轻车熟路了 李兰迪方面 则更多的负责演技 这也是由网改剧的特征所决定的 咱们当下基本上 全部的这类题材的电视剧 都是男主负责帅气 女主负责演技 李兰迪已经在多部电视剧当中 证明了自己有演技 在现代剧当中 李兰迪能够驾驭 甜宠性格的角色 也可以驾驭职场女强人 在古装剧当中 她也是可言可甜的 这是非常符合 古装言情剧类型需要的 流水条条这样的电视剧作品 对于编剧和导演的要求则不高 这部电视剧编剧萧楼 导演周靖涛 都属于青年影视工作者 导演方面 以往的影视剧作品 观众评分不高 网改剧作品 其实不需要多么高端的导演 只要能够按照电影工业流水线 完成任务即可 基于此来讲 流水条条应该是一部 古装言情类的快餐剧 太多的观众 需要这样的快餐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人家轮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诃